我 你 我不可能 喜欢这个臭流氓 你对我那么不好 你在说什么 而且 你是个控制狂 是 我承认我是个控制狂 但关于这件事情 我已经和你道过歉了 而且 你还是个漫画人出来的 你根本不是正常人 天津 这件事情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你怎么又提起了 所以不可能 所以什么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 百分之一万个不可能 好 好 你不愿意回答 那我就不问了 但是 什么 你嘴角上有个东西 我不可能 喜欢这个臭流氓 我不可能 喜欢这个臭流氓 我会想要你 我会想要你 你不想要你 不想要你 我会想要你 我会想要你 天津 闭嘴 你刚刚说 我不可能喜欢这个臭流氓 我没有 对 说表达得不够严谨 你嘴上没有说 但你心里就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这个臭流氓 是我吧 不是 不对 我就是这个臭流氓 不说了 不是 不等车了吗 秦珍 咱们这么说吧 从咱们认识到现在 一共是六十四天 在六十四天中 你一共叫过我 一百七十八次臭流氓 而且你也没有管 任何其他人叫过臭流氓 并且也没有任何 符合你们地球人 所谓臭流氓形象的人 出现在你面前 而且你刚刚的用词是 这个臭流氓 这个 这个词 本身就是特质 当时在餐厅里 你只认识我一个人 所以我的结论是 我就是臭流氓 你就那么想当臭流氓啊 不是 我没有多么想当臭流氓 我只是在证明 我就是你口中的 那个臭流氓 没问题吧 来 咱们继续推理啊 推你妹啊 是这样 你刚刚说 我不可能喜欢这个臭流氓 其实它更深层的含义就是 即使你不愿承认 但是你还是喜欢上了 这个臭流氓 也就是喜欢我 没有 让你看着我的眼睛 不看 凭什么看啊 跟我猜测得没错 人一般在说谎的时候 是不会直视对方的眼睛的 你在说谎 你在掩饰你喜欢我的事实 我说我没有喜欢你 因为我的言语 刺激到了你内心 最难以承受的东西 所以你在硬撑 所以你口是心非 你所说的和你所想的 完全是两码事 但是归根结底 你还是喜欢我 你神经病啊 你现在出来干吗 在说服我承认我喜欢你吗 不是 不是 你喜欢我本身就是事实啊 不会因为你承认 或者不承认而改变的 可我真的不喜欢你 咱们换个说法 换个说法 没准你就能明白了 我不听 我不听 你说的话 我一个字也不听 不准跟着我 也不准投听 不许看也不许问 我都不许死看一看 不想要到什么 还要到你 你不许可 是不是 你不许可 不许可 你不许可 你不许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